我是施浩文俊 刚才说到失业赌厅的员工 突然之间失业的 大家要关心他们 这段影片我会再讲三个应急的建议 第一我是希望 譬如政府 或者是银行 或者是博企 因为你那些员工 他虽然是在厅里工作 但其实他也有隶属不同博企的厅会 看看有能力的人 你可以就两方面 第一 发放一个特别的应急的开支 到时可以大家订个额 譬如一万元还是多少 第二 譬如政府 你可以发放一个 叫做无息短期的贷款 直到他们收到 相关公司的薪金 再去还给政府 或者移动他 那里是很简单的 你怎样分别这些人 怎样分别他 是不是这个赌厅的员工 每一个赌厅的员工 都有一张博伦卡 你就可以透过他 将员工证 将博伦卡 来辨别 你自己衡量的一个条件 有需要的一定要帮帮他 第三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说我不想额外再拿一笔钱 你可以考虑一下特事特办 因为现在非常时期 用非常手段 其实每一个中介的赌厅 在政府拿中介人牌照的时候 都是有一笔的保证金 有一笔按金 可以考虑一下 将那一笔钱 先用来应急 去支付相关的工资先 另外如果一些博企 你和赌厅合作的时候 是有相关的按金 或者是怎样的 可以考虑一下 拿那个按金 来应急先 我相信其实那条数 不会很大 因为工资向来 做博彩这个生意 都不是占一个很高的成本 所以我想 譬如一些老板 或者一些管理层 他们会明白 会了解的 而且这件事 你也可以在市民心目中 或者是怎样的 都会有所加分的 一定对你 比如说你逐牌也好 或者是怎样也好 一定是一个形象工程 老实说一句 在人中患难见真情 不要只是一些直接的合作方 或者一些生意上的对象 因为这些澳门人 这些做赌厅的人 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来的 现在的势不好 可能你觉得人手不太重要 但是我想说 如果是有转机的时候 其实这些每一个都是人才 所以 这次来到这里 其他的东西 我再讲了 OK 大家记得订阅 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